基本上我在云端上面上个礼拜有特别强调就是在云端上有放了蛮多资源的 不过就是你们可能要自己花多时间多一点时间去去抓 像那个云端白板里面有放了其他的东西 在外面也有教学论坛 其实我们这边都有放 像上个礼拜那个第六次上课的那个名称 不过同学有看出一个打错字 应该是radio打成radio 里面的话点击这边是上个礼拜的部分 那大概就是把那个单选复选的部分讲完 那今天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呢 怎么样从Eclipse的专案转到Android Studio 不过汇入的时候特别注意 你的那个对应的SDK一定要有 而且我发现 如果说你转的时候你忘了去下载对应的SDK 它就一定会变成那个R一定会错误 R有没有 即便你可以看到 但是你那个R一定是红色字 它就没办法完整 所以之前有同学好像发生那种R错误 多半都是跟专案的对应的SDK 没有match到都会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时候我试过好像没办法救了 便你要重新再开个专案 重新再建立 它才有办法 便你一定要先有对应的SDK 再import进来 才不会有问题 那另外的话还有所谓的那个变化题 在云端上面我有放蛮多那个 有一个那个radio的一个 有没有点那个五言诗啦 什么李白王为的那个诗 那个也可以试试看 那将来我们可能会把这一题 转换比如说那个有123的这个文字档 可以把它放在 不见得放在assets里面 你可以把它放在网路上面 也许是一个server里面的什么地方 就一个server一个网站 然后呢你可以去抓这三个档案 放在手机里面 用读取的方式读到你手机里面 那网路的存取部分 后面还会再讲到 所以你们可以 这个有时间的话 尽量去做一些延伸题的练习 那因为像这些东西 都非常花时间 那没有办法据细迷的讲 所以有些地方 后面可能我会讲的稍微快一点点 那有些东西的话 可能我就细部不从 就是从头打了 也许会的东西我就跳过 像画面啊 基本上我们的流程 基本上就是先把画面做好 然后界面做好之后 再来就是讲那个我们的实际上的程式运行的方式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特别注意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云端的东西 那今天的部分的话 在云端白板里面 像我要上课讲义 讲义里面 其实我都有放了 这边的话 有PowerPoint 应该这个今天应该是讲第几章 今天应该是第五章的部分 所以你们可以找一下第五章 单选 复选 下拉清单 那至于内容有哪一些 你就往下卷动 都有了 那细节部分的话 我就不讲了 你们自己有时间 自己稍微看一下 云端上面的简报档 然后 再来就是说 这个上课讲义部分 那作业区是之前的 看补充资源 我还放了一些补充资料 像这个也蛮好的 像那个Android即可贴 它的范例档在这里 像后面就有一些需求 里面就有答案了 比如说有些时候 你想要做出某些效果 但是呢 你可能不知道说 那些效果该怎么做的时候 这边都有答案 你只要把这边的答案 拿来 Ctrl-C Ctrl-V 效果就做出来了 这边我会举个例子 像那个在后面有个范例 那个 那个我们的内线元件 有一个Image View 这个Image View 它可以显示图档 可是它有个缺点 它不能放大 它不能缩小 所以你要放大缩小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会想说 哪边可以让你有放大缩小的功能 你可能就要去找其他的Google 如果Google来Google去 倒不如有一个现成的东西 那在这个书里面就有提到 有一个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放大来看 我记得好像在这边有一个什么 如何放大那个图档 应该是在哪边 应该是在那个后面图片的密图表 那里面的话呢 那里面的话呢 就有个什么 可放大缩小的Image View 150页 对不对 那里面的话当然 里面都有讲到 它就是可以马上让你的Image View 变成可放大缩小 可是要怎么做啦 其实里面都有Source 其实如果你只要找得到里面的Source 我讲过就是说 其实以后呢 如果书里面有光碟 你要开启的方法很多 不外乎就是你要有对应的SDK 再把它汇入 不过这个方法有的时候 不见得容易成功 你倒不如怎么样 直接去开启那个 它的专案里面的那个 SRC目录里面的Java档 开起来把你要的程式复制贴上就好了 所以这个后面我还在讲 那这本书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坊间类似这种书籍还不少 都是属于可以让你快速完成 你要做的事情 那前提是你要懂得去 使用别的资源 很流畅的就可以做出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也顺便会补充一下 那至于这本书 我是不小心放上来的 不是有版权的 因为这本书 我习惯性会把一些 你就会书籍扫描 因为这个好带 反正没事 你总不可能你在任何地方 你刚好需要这本书的时候 你把它带在身边 那你要用刚好 你那个地方没带到怎么办 所以如果有电子书 你打开一看 目录看一下 我需要在这里 在这里 然后再来什么 Source在这里 Source原始 它范例档 里面有这么多 你就把它拿来 然后打开 你会懂得会复制贴上 马上就有一个东西出现了 就马上可以解决你眼前的问题 不过你要学的 我发现你们要学的 应该是学这个 比较快 所以最好是 已经有现有的那些 范例都提供给你了 然后你只要懂得 把它连结在一起 所以好像是不是最 好像有同学是把 好像有提到就是怎么样 把好几个专案的东西 放成一个 对不对 那其实也是后面会讲的 也许你的 你人家的那个 那个image view 它写好在那里 那你的是在你的 你怎么样把人家的东西放进来 对 它的方法很多 一般也许是建一个class 就是在我们的main activity 点java 那个另外再起一个java档给它 名称不一样 那你可以把它当成是 你这个 这个专案里面的一个 一个类别 一个内部类别 那你去引用它 你就可以去得到 你要的那个效果出来了 我想这个方法当然很多啦 一般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类别 汇进来 需要做一点事情 不过细节部分 看要不要之后我们 就是用那个范例 顺便讲一下 那流程就是大概 大概是这样 反正就是照着固定流程 就可以完成 你要的结果 OK 好 那另外的话 还有像什么 其他的 Java的考试题 这个其实如果有兴趣 自己还有那个 这个也是考试题 还有SQLite Browser 这个就是 如果你有一个SQLite 资料库 你要把它打开来 可以用这边有个小工具 另外还有其他反主义 等等的 还有Java的说明档 这个我记得 好像这个Java档的 说明档是中文的 我印象中 我放在这边 因为之前 有同学 不知道说Java里面 哪一个类别 它的方法怎么使用 所以后来我就在网路上 刚好看到有一个Java的说明档 然后呢 它其实编的还蛮完整的 最重要是 它全部都是中文的 因为网路上放的那个说明档 是英文的 所以如果你有 语言障碍的话 其实你可以 开启这个 这个这个说明档 这个是Java的class 我们把这个把它 开起来 然后里面的话 有兴趣同学 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蛮好的资源 还有像什么 这三个字应该看得懂 OK 那这有机会我们再讲 之前有同学说 有没有办法把那个 Android的APK 变成 你看得懂的那个 Source 其实 可能要几个流程 重点大概就第一个 请你把它怎么样 DEX 因为它的那个APK里面 会有DEX 那个档案实际上 因为它规避那个 那个Virtual Machine 所以它会有个 自己的编译 它自己的 这个虚拟机 那你只要把这个 DEX转成JAR 转成Java 再转成 那个什么 用这个 就可能两阶段 里面的Source 你就可以看到了 有兴趣自己 再了解一下 那其他的话 还有像什么 云端白板 我前面有讲过 就是说 这个可以开起来 档案不大 那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 它就会把 不过你看到这个画面 要记得一件事 像在那个 我们的 Windows里面 后来新的版本 假如说呢 你下载那个CHM档 它会出现 没办法启动 记得按右键 好像它有个设定 就是说 要把这个 就是它的那个什么 安全性要打开 它才可以 像这个按右键 印象中好像是什么 内容 右键内容 我记得是什么 这边有一个 解除封锁 这个选项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那个CHM档 旧的好像都不能开 主要是 它都把它当成是 需要解除 之后 才能开启 那所有的 Java的那个 所有的类别 都放在这里 所以你会发现 你全部类别 那你要找哪个类别 它这边会列出来 比较常用的 像这个Lags Lag 然后里面的相关的类别 你可以点击 它有哪一些 这边都有详细的说明 像常用像Mass 这个是数学运算的 像那个String 字串类别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到 那String类别 里面的所有方法在哪里 这边也会讲到 它里面所有方法 那比如说 前面好像用到一个 叫做Substring 有没有 这边有提到 Substring 往下找 有个叫Sub 有没有 Substring 这边就有了 那未来 比如说你要从那个网路上抓资料 可能会需要 去把HTML的相关东西拿掉 这边可能会用到一个叫 Index of的一个方法 所以你要懂的这些方法 你就知道怎么去处理一些相关的问题 包含像自串 比较常用像自串 或者是说呢 比较常用像Mass Mass里面 比如说 我们要乱数 跑一个东西的话 那这边其实你可以找一个什么 应该叫什么 Random吧 你可以在这个Mass点 这边有个Random 有没有 或者Mass点Pow 这个都蛮常用到的 几次方 等等的啦 这相关 有关那个 数学啦 文字啦 或者Lumber 或者等等的相关的 都在这里 有兴趣自己看一下 因为这个参考 这个有点像是那个 什么 说明书啦 官方的一个Bible 你等于是拿着它 你有些时候才能找一下就好 不需要从头看 但是至少你需要的时候 要会用到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继续来看 那个下拉清单部分 那需要做到的是Spina部分 Spina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pina难度稍微 比之前的还要更稍微难一些些 那主要 我们要怎么去使用它 第一个的话 我大概简单说明一下 我们如果说 希望在这边放一个Spina 然后上面是TestView 下方的话 再加一个TestView T01 主要是SP01跟T01 当我下拉点击它的时候 它会跳出一个清单 当我选择其中一个之后 我希望在下方 可以显示出 我所选择的这个 是哪一个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这个 我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比如说像 类似像这种 点击它 你可以选什么 你选了哪一个 然后你的是冰 还是去冰 还是温的 下订单 下面会显示 这个是后面会改的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做出类似像这样的效果的话 我可以用Spinner 那里面的话 大概会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当你点击的时候 你必须跳出 你喜欢的球类运动 有几种的清单 所以这个清单呢 到底要放哪里 这很重要 因为你那个清单 如果没有 那你要怎么样 把它加进来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放清单的话 大概会有几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你可以放在 我们前面讲过的 你可以放在String里面 String里面呢 你可以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String Array 就是一个阵列 这个阵列里面的话呢 我有四个Item 四个项目 这四个项目的话呢 分别类似像这样 有一个String-Array 它是一个阵列 一个自创阵列 名称的话呢 叫Boss 然后呢 里面总共会有四个Item 分别是篮球 足球 棒球 其他 结束的话 一个String Array 那特别注意 因为你有这个阵列之后呢 必须在 刚起 就是刚 也许你可以在设计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清单给Spinner 那Spinner就会读到 这个清单 这个是第一种方法 你会发现 你要能够设定的话 很简单 记得在那个什么 就是你们在设计的时候 找一个属性 叫做Entries Entries里面的话 你点击旁边的小按钮 我想这个在 Enjoy Studio跟Eclipse 长得都几乎一样 然后呢 这边会跳出一个 让你去选Array的 你就把你刚刚建在 String里面的那个 有一个Array 叫Boss 把它选进来 那有一个另外的属性 叫做Plunk Plunk是什么 就是跳出清单的时候 上方的东西 如果你Plunk没选 这个东西 不会出现 那如果说你要选 因为如果你要跟 专案名称一样的话 干脆你就选一个App name 就是你现在那个App的名称 OK 那也许我们App名称 叫最喜欢的球力运动 它就会自动帮你跳出来 不过Plunk不是一定要的 你可以不选 OK 然后再来的话 有关那个程式部分的话 基本上呢 逻辑跟前面一样 不外乎就三个阶段 一 我们是什么 宣告 两个东西 会用到的一个 TestView是下面 那个显示的东西 然后呢 再来是一个Spinner 名称给它 再来FireView 再来的话呢 就是建立事件 特别注意哦 这个事件的名称 前面那个Button是 On Click 可是特别注意哦 现在这个地方是点击它哦 点它的时候呢 它不是Click哦 它的名称比较容易出错的 它叫什么 SetOn 什么呢 Item Slade 名称特别注意哦 不要选错了 因为事件名称你选错哦 最后做出来可能没有那个效果 那这个你为什么想说 而且哦 像在ListView又是另外一个名称 这很讨厌哦 那 它是什么 什么逻辑哦 有些你也搞不清楚 所以你 这个地方就是 你用想象力 当它点击的时候 它会有个 Item 会有个Item 被选取 就是因为你跳出那个清单之后 其中一个什么呢 一个Item 被你Slate 那个是Slate 不是Click哦 On Item 跟Slate 然后你要做什么事情 底下这件事情 OK 所以请各位 先把那个云端的东西 先参加 云程式码在这边 基本上 都跟前面一样 所以请各位 一 先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专案名称 也许是CH05 第五章的Spinner 然后分别把这些东西 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 Stream哦 OK Stream的部分的话 加上去 来把画面呢 还给各位一下 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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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